大家好,这里是细品岁月 我和妹妹们急急那天 爹娘带着一堆富商 前来对我们挑选拍卖 架高者的 只因我们从小服用密钥 日日训练讨人欢心的技巧 是最好的暖床物件 我和两位妹妹急急那天 家里的门栏险些被富商们踏破 一群男人隔着薄纱 对我们三姐妹又捏又掐 嘴上乌言晦语 毫不避讳 只因我们生来就是 给人当冲喜丫头的下贱命 只要出得起价钱就能把我们 当个娇贵的物件买回去暖床 等富商们验过货之后 两位妹妹很快就被一个老头 和粗狂的汉子给买走了 而我是爹娘留下的压皱货 起拍底价都要比 妹妹们高出一百两 从小爹娘就用上等的药材 滋养我们的身子 训练我们伺候男人的本事 我是他们花心思最多的完美成品 如今的我身段出落的最是漂亮 身姿妖娆夫如宁之 媚眼如丝 盈盈柳腰一扭 便能勾走男人的魂尔 引得一众负伤 纷纷出价争强 最后价格涨到了三千两 爹娘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丝毫不在意出价的事个 两鬓斑白的雷若老头子 我爹站在老头面前点头哈腰 还有更高的价格吗 没有的话我们家柳霜 可就归柳老爷了 在场的富商们皆是一脸遗憾 三千两的价格买个女人 已经是天价 没人在吭声 就在我爹准备拍板的时候 一位白衣少年郎 举起了手里的折扇 我出五千两 隔着薄纱帘子 我看不清那位公子的容貌 只是怎么着 也比陪老头子要好得多 最后我被卖给了这位秦公子 南城最大的调香世家 祖辈做的都是香料生意 是正儿八经富甲一方的大家族 马车里 我眉眼浅笑地望着 买下我的秦大公子 他生得十分俊俏 我庆幸自己的运气 比妹妹们好得多 等秦大公子望过来时 我立马低下头 露出了小女儿家害羞的姿态 娇俏的模样引得他口干舌燥 他握着我的手腕轻轻一戴 我便似蝴蝶一般跌入了他的怀里 带起一阵香风 秦大公子吃醉地嗅了嗅 我身上的香味儿 一脸热烈 你用的什么香料 我调香十多年尽从未闻过 如此特别的香味儿 我挽着他的脖梗 吐气如蓝 这是奴家的体香 自幼便有 公子可喜欢 秦大公子没有回答 而是将我推倒在了软榻上 随后轻身而上 眼里的热烈像是两团火焰 烧灼着我的每一寸肌肤 只是到了最后关头 秦大公子竟然停了下来 眸光平静如水 仿佛刚才的动情只是我的错觉 他整理好衣衫望着我似笑非笑 柳家的女儿果然名不虚传 在我听来这可不是什么好话 我面不改色 媚态不减 眼面浅笑 公子过奖了 他的定力比其他男人要好得多 这可真难办 到了秦家 我才知道秦大公子 为何在紧要关头住了手 原来他买我并非是好色 而是要送给病秧子秦二公子的 我看着秦大公子一脸惊惧 谁都知道秦二公子流连烟花流向 染了脏病药食无医 这是要我的命 他回头看我 眼里带着轻蔑 五千两就该有五千两的价值 让我看看你们柳家的女儿 到底值不值这个价 若只是噱头 那便当个陪葬品吧 就当是五千两买了个漂亮的百件 我心惊胆寒 柳家确实对外吹嘘 柳家女子不仅能冲洗治病 还能入关陪葬 我们的骨头是上好的药骨 能防蛇虫鼠蚁 让主人家的尸骨不服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那些富商才会在 明知柳家夸大其词的情况下 还一致千金抢着买 我们柳家的女儿 活着的时候能把玩 死了之后还能带进棺材 好看又好用 哪个男人不喜欢呢 那得了脏病的秦二公子 就在前面的屋子里 我却不敢往前半步 带着最后一丝希望 跪在了秦大公子的脚下 我生了一副祸国殃民的脸 加上我娘从小教习我那些 拿捏男人的技巧 只需要眉头微醋 眼里再蓄泪些许 就能让男人心疼到死 秦大公子的眼里是有不忍的 可他并没有要开口留我的意思 我葱白的指尖捏着他的衣摆 柔弱又倔强 我们姐妹生来下见 命不由人 奴家听大公子的 秦大公子秦峰一脸惋惜 矮身将我扶了起来 就在我以为他心软之时 他却开口凉薄 我娘不放心你单独同弟弟同房 要我再测陪同 走吧 我当即面如死灰 我的魅术对他竟然没用 这秦峰果然异于常人 看来我真的要陪那 得了脏病的秦二公子了 屋子里一股药汤子味 混合着腐烂的味道 臭气熏天 秦二公子秦泽躺在床上垂死挣扎 横横唧唧 我只撩开床慢看了一眼 便险些吐出来 这床上的味道比外面可要众多了 花花公子秦泽光着的地方 都是腐烂的浓窗枕块 这明显就是得了花柳病 还是快死的那种 都成这幅德行了 他再见到我时 竟然还能抢撑着爬起来 两眼放光 上气不接下气地想要抓我的手 我不敢躲 被他抓了个正着 他嗅着我身上的体香 苍白憔悴的脸上容光焕发 大哥 这就是你寻来的柳家小娘子吗 当真是绝色美人 哪怕不能治好我的病 我也能含笑九泉了 秦峰隔着玉晒的床慢 语气温柔 弟弟放心 你的病会好的 说吧 他催促我 柳小娘子 快些吧 我还等着回去交差呢 秦泽一听亲哥哥要停床 竟然笑得十分变态 哥哥要留在这里 好 甚好 比在花楼玩得有趣 我被拽到了床上 床慢飘忽间 我看见秦峰的眼里满是闲雾 秦泽好色诚信 啃着我的脖梗 留下一串口水印 外头传来一个洪亮的女声 若泽儿能痊愈 柳家小娘子便抬妾 若不能 那也得陪着泽儿生死相随 那是秦家的夫人 如今秦家的当家人 女中豪杰 但宠儿无度 疏于管教 这才让秦二公子 年纪轻轻就成了这副模样 秦峰冲门口恭敬地回了一声 儿子知道了 娘 秦泽已经抓起了我的腿 看来靠别人是不行了 我魅惑一笑 摸下了头上的发簪 就在这时 秦泽突然双目瞪圆 倒在了我的身上 突然暴毙了 我连忙把发簪插回头上 惊恐地推开满身烂窗的秦泽 连滚带爬地下了床 大公子 二公子他 不好了 秦峰猛地掀开帘子进来 没来得及看我一眼 先去探了秦泽的鼻息 一脸凝重 此时门外的秦夫人 也闻声推门进来 慌慌张张赶到了床前 在看到秦峰摇头之后 整个人如遭重击 把矛头对准了我 说什么能冲洗治病 分明就是桑门心 骗钱的狐妹子 给我打死她 给泽儿陪葬 秦夫人看到我的脸时 分明一愣 狠毒之色更甚 两个下人上来 拖着我就走 原本就凌乱的衣衫 直接罢工 我的身子被在场的人 看了个干净 我求助地望向秦大公子 他却没敢多看我一眼 秦老夫人恨不得 拆了我的骨头 好像是我杀了他儿子似的 哼 妖孽 祸害 把他那双狐妹子眼睛也挖了 我的眼睛生得最是好看 秦夫人这话倒像是在吃醋 眼看着要丧命 我慌忙说道 柳家秘法是真的 只是二公子没撑住 陪葬也得活葬才行 否则我死了骨头也就没用了 秦老夫人冷冷地看着我一言不发 倒是秦峰竟然站出来替我说话 娘 她说的是真的 柳家女陪葬 得活着装进棺材里才有效果 弟弟喜欢她 让她陪着弟弟去吧 秦老夫人伤心欲绝 最终念在那 死鬼秦泽的贪图美色的份上 允许我活着随棺材下葬 秦家的葬礼盛大无比 来了不少有头有脸的富商 听闻我还未破身秦二公子就死了 一个个都想把我买走 不过全都遭到了 秦夫人无情地拒绝 并当着所有富商的面 让人把我装进了秦泽的棺材里 随着钉子打进棺材 富商们的惋惜之声飘了进来 我脸上的惊恐 却在瞬间消失不见 我闻着秦泽身上的臭味 淡然地摘下了耳坠上的珠子 含进了嘴里 请客间陷入沉睡 在醒来时 我发现自己竟然不在棺材里 而是在一间密室 我身上的衣服已经换了一身 不过依旧还是露骨的薄纱 妙慢的身姿若隐若现 低头一看 我纤细的脚腕上套着锁链 身上的所有手势也全都不翼而飞 这对我来说可比活埋恐怖得多 这意味着我原本的计划失败了 甚至可能已经暴露了身份 从小爹娘近乎苛刻的训练 让我冷静如丝 仔细观察着密室的环境 我发现周围的架子上 放了很多个小盒子 桌上还摆满了制作香料的东西 看到这些 我心下了然 或许事情还没有那么糟糕 很快密室的门打开了 秦大公子秦峰 提着一个石盒走了进来 他并没有先搭理我 而是先从盒子里 拿出新的蜡烛换上 密室里瞬间亮烫了许多 他像是在向熟悉的朋友打招呼 醒了 我娇媚一笑 果然男人都是口是心非 嘴上说着不喜欢 背地里却挖开亲弟弟的棺材 抢我这个陪葬品 我正想展示自己魅惑男人的本事 他却突然说道 假死药 柳家果真不简单 我脸上的笑意顿时僵住 他竟然发现了我 耳坠里的假死药 看来也发现了我 其他手势里的小零件 所以才会全都收走 他呼得起身朝我走来 痴痴地握住了我柔软白皙的狱卒 不管你带着什么目的都不重要了 往后你都得在这里陪着我 就在我以为他是被 我的美貌所迷惑之时 他的话却让我胆寒 用你一定能练出世上最好的香 他袖着我的腿一路向上 眼底逐渐升起两团狂热 我身上的薄纱 在他手里脆弱如指 碎了个干净 他明明很喜欢我的身子 却依旧没有走到最后一步 而是解开我脚上的锁链 将我抱到了热气腾腾的浴桶里 里面的水滚烫 跟我从小泡的药浴一样烫 秦峰摁住我的肩膀 在我耳畔轻雨 这里面可加了我 亲自调配的香料 在调香之前 你得泡七七四十九天 一天都不能落下 示弱才能让自己少受点罪 我乖乖地听话泡澡 吻着他的掌心 有意无意地撩拨 秦峰明明情绪高涨 却一直在拼命忍耐 我纳闷这人怕不是有暗急 我在水里泡得浑身发红 粉嫩诱人 身上的香气也越发浓烈 这让他十分满意 一下一下摸着着我的后肩 那里有一朵桃花印记 是我生来就有的胎记 我笑着问他 大公子 如何用人调香啊 秦峰笑得神秘 到时候你自会知道 每天他都会过来给我送吃的 然后陪着我泡完药浴 其实从小我都是这么泡过来的 早就习惯了 只是让我感到好奇的是 秦峰总是喜欢抚摸我 后肩的桃花胎记 表情夹杂着爱恋 说不上来的复杂 我还发现在每日药玉的作用下 我后肩的桃花胎记 竟然日渐鲜艳 月发的栩栩如生 随着药玉一日日的浸泡 我身上的香气 也变成了更加迷人的香调 秦峰脸上的笑意也越来越多 一个月下来 我乖得像是他圈养的一只宠物 他依旧忍着没碰我 却对我放心了很多 没再拿链子拴着我 看我的眼神里溢满了爱意 他不在的时候 我就在小小的密室里 东看看西摸摸 他嘱咐我不许碰那面 满是香料的墙 可越是如此 我的好奇心就越是蠢蠢欲动 终于在第四十天的时候 我没忍住触碰了那面墙上的香料 上面有一个琉璃瓶 里面装着花露 盖子一打开 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 瞬间溢了出来 可那香气里又带着一丝浑浊的腻尾 让人发闷 我没敢挪动瓶子 怕被秦峰发现 只是小心翼翼地把盖子塞回去 可不巧的是我的衣袖 却扫到了下面的一个瓶子 只听咔嚓一声 机关转动的声音响起 正面墙之后竟然还有一个密室 这个密室里有一汪寒潭 一墙之隔温度差之甚远 我穿着薄纱冻得发抖 这里除了寒潭什么都没有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里肯定有秘密 不然秦峰不会藏得那么深 直到我走到寒潭边上 竟然发现潭底躺着一个女人的尸体 那女人身子纤细瘦弱 那还没展开的脸和我有些相似 如果没有被挖掉双眼 也许会跟我更像 我仓皇地逃离了密室 将墙复原 刚做完这一切秦峰就来了 他看着我 表情有些古怪 你动墙上的东西了 我笑着钻进了他的怀里 才没有呢 奴家最听公子的话了 每天都盼着公子早些来 秦峰的呼吸急促了一些 这四十天的朝夕相处 他眼里的爱慕越来越深 对我也越来越温柔 好像我是他的挚爱 他压着我胡作非为 却始终在最后一步点到为止 不管我怎么引诱他都不为所动 只是今日他突然温柔地看着我说道 再等等 双儿 还有九天 我也很期待九天后他到底想做什么 所以我老老实实地在这里等着 还有墙后的那句女诗 我这该死的好奇心 就是喜欢挖掘是家里 不为人知的秘密 终于到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我如今的肌肤 比之前更加细腻润白 人也越发娇艳 后间的桃花胎记红如鲜血 真假难辨 那是秦峰的心头好 他吻着那朵桃花 竟然也跨进了玉桶里 压抑多日的悸动在此刻全部爆发 疯狂似野兽 我使尽浑身解数取悦于他 学了十几年的本事 全都用在了他的身上 玉桶里水花四溅 恍惚间我闻到自己身上的香味 又变了屌 竟然跟墙上流利瓶里的花露神似 只是没有那丝浑浊的气息 沁人心脾 堪称完美 而秦峰掐着我的腰欣喜若狂 成了 终于成了 我猜得果然没错 这就是秦家调香秘方的秘密 双儿 我可真是爱死你了 呵 爱我 还是爱我这张脸 我被他折磨到晕厥 迷离之时听见他叫了 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 云儿 我成功了 就差最后一步 我不知道云儿是谁 也不知道秦峰说的成功是什么 只知道我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链子禁锢了四肢 手臂上传来一阵剧痛 我发现自己的手臂上少了一块肉 而秦峰正在桌前忙碌着什么 整个密室香气缭绕 发现我醒来之后 他一脸惊喜地拿着小刀走了过来 双儿 你醒了 你闻闻 这是我最新调制的香 最后一步已经完成了 可算得上是人间极品 此刻 我看着衣冠楚楚的他 仿佛看着一个魔鬼 满脸惶恐地躲闪 他粗鲁地抓着我的脚踝 将我扯了过去 小刀落在了我白嫩的小腿上 双儿 听话 我能掉出世上 最极品的香你功不可没 你的现身是值得的 它依旧是那副温柔深情的模样 手上却很辣地割下了我 小腿上的一块肉 剧烈的疼痛让我惨叫出声 鲜血四溅 染红了身下的软塌 那笔小时候我娘拿针扎我 还疼一百倍 秦峰却质若罔闻 欣喜若狂地拿着 从我身上割下来的肉 继续在桌前忙碌 密室里的香味浓得让人窒息 湿血过多让我时常昏倒 每次醒来 我的身上都会少一块肉去 有的地方已经深可见骨 再这样下去我会死 就像寒潭里的那个女人一样 终于 那天秦峰得到了一大瓶香露 她信心满满地说道 双尔等着我 等我继承了秦家的家产 就接你出去 我不会亏待你的 说完她就兴冲冲回秦家邀宫去了 毕竟有本事调出极品香的人 才能当秦家的家主 她倒是一点也不担心 我能掀出什么浪花 等是不可能等的 我很清楚 留下来那就是等死 我轻轻松松从锁链中挣脱 从小爹娘教的东西 没有一个是鸡肋 梭谷公正好能派上用场 在得知秦峰的意图时 我就想逃 只是她这些天一直在密室里 我没有机会而已 我没有马上逃走 而是打开了那处密室 从寒潭里捞出了一个小包裹 里面都是我先前带来的首饰 这些可都是我保命的家伙 必须得带走 上次进密室就是为了找我的东西 怕被秦峰发现所以没拿 他不敢让别人发现我还活着 所以我的东西 他很大可能会藏在密室 只是我没想还有意外的收获 那个跟我长得十分相似的女人 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我逃走了 还带走了那具尸体 那女人身上几乎没有多少血肉 比我还惨 被秦峰给割成了骨头架子 那个流利瓶里的香露 应该就是用它做的吧 最让我在意的是 那女人的后肩跟我一样 有一朵桃花胎记 这也是我要带走她的主要原因 我差点没真死在密室里 好在秦峰有给我的伤口上过药 逃出来后 我休养了很久才缓过来 这副好皮囊却是毁了个干干净净 爹娘并不知道我还活着 最多以为我是任务失败 死在了秦二公子的墓里 我也算是自由了 不过秦峰似乎暗中派了 不少人在四处找我 只是如今 我易容成了另一张脸生活 谁会相信我这个陪葬品还活着呢 其实不用他来找我 迟早我也会找上他 如今他研制的极品香料千金难求 大赚特赚 还成了秦家的掌权人 这里面至少有一半是我的功劳 那可都是我的血肉换来的 我得讨回来啊 我在暗处看着秦峰春风得意 看着他取美眷娇妻 家才万贯 也就是在他最为得意之时 城中流言四起 秦家的香是用死人炼制的 所以别家才调不出他们家的香 谣言一发不可收拾 秦家各个铺子都遭受到了重创 没人再敢买 他们家的腌制水粉和香露 香料也都滞销 在同行的煽动下 谣言越发猛烈 秦家的铺子 一家接着一家关了门 说是调整 其实是想稀释宁人 毕竟他们真的经不起茶 事情闹大了引来官家的人 那秦家的万贯家财 可就都得充公了 就秦家那富可敌国的家产 可是连官家都眼红的 秦家遣散了一批庸人 招了一批新的 我也在其中 只是如今我的容貌没人认得 此时的秦家鸡飞狗跳 秦峰跪在祠堂里被秦夫人 拿着戒指一下下打在后背 血肉模糊 可不如我当时惨 秦夫人怒吓 知道错在哪儿了吗 秦峰忍得脸色煞白 儿子无能 没能及时阻止谣言 这回答明显让秦夫人不满意 戒齿狠狠地落下 在秦峰的脸上留下了一条 猙獰的血印 混账东西 秦家的调香秘方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需要我提醒你吗 秦峰捏紧了一批 眼底分明有一丝阴痕闪过 儿子不知 秦夫人眼底满是失望 冷哼道 死人不会泄密 说话的只能是活人 把这件事处理干净 否则秦家家主的位置 你也别做了 看来秦夫人早就知道 秦峰干的事了 也知道了我还活着 果然秦峰是没打算 让我活着离开密室的 还好我从来没信过他 秦夫人的话刺激到了秦峰 她重重地磕着头保证 娘息怒 儿子一定会把那个剑臂抓回来 处理干净的 秦夫人却突然笑着 走到了秦峰的跟前 她虽上了年岁 却依旧伴老徐娘风韵犹存 生得有几分姿色 她笑着挑起了秦峰的下巴 别以为我唯一的儿子死了 秦家就是你的了 我还没死呢 你翅膀就硬了 秦云那个贱人就便宜你了 你还敢背着我偷吃 说吧 秦夫人狠狠地咬上了秦峰的唇 两人像野兽一样滚在了一起 当着秦家列祖列宗的面 门外 我听着屋里的混乱 嘴角带笑 秦家的秘密还真是挺多的 比如秦家原本还有个女儿叫秦云 是大夫人所生 现在的秦夫人是田房 秦老爷早就病死了 唯一的儿子秦泽死了 现在秦家 就只剩下秦峰这个养子可以继承 而秦夫人却和养子私下苟且 暗渡陈仓 这秦家偌大的家业 就落在了这两个人的手里 秦峰一定想不到 他四处苦寻无果的人 会在眼皮子底下 在秦家这些日子 我还打探到了很多东西 秦家小姐是今年突然暴毙的 秦家还给风光大葬了 秦老爷留给他的巨额嫁妆 就锁在秦家宝库里 秦家的调香秘籍 也都在那个宝库里 钥匙则是秦夫人拿着 我爹娘卖三个女儿 辛辛苦苦一辈子掏人家的木 估计都挣不来宝库里的十分之一 我折服在秦府 等着绝佳的机会 计划带着秦家的宝藏远走高飞 好巧不巧 我被秦夫人挑去他院子里了 几乎隔三差五我就能看见 秦峰前来跟他撕会 两人现在甚至都不屑遮掩的 每次秦峰来我都会刻意避开 可我没想到 他竟然还是发现了我的存在 从秦夫人床上爬起来后 他摸到了丫鬟休息的地方 悄悄摸上了我的床 其他丫鬟都去伺候秦夫人 事后沐浴了 屋里只剩下我 我面露惶恐又待娇羞 家主奴家不敢 秦峰却吻着我后肩的桃花胎记 如痴如醉 双儿 你有什么不敢的 为什么不听话跑出来 你不相信我 当然不信 否则我现在应该 也沉到寒潭底下了吧 既然认出我了 那我也不装了 嘴上周旋 公子是怎么认出我的 说着 我摸向了枕头下的发簪 随时准备下手 秦峰却早有预料式地 摁住了我的手 你身上的味道我认得出 从你进秦府那天 我就认出你了 我知道你想做什么 再等等 他知道我想做什么 连我自己都是临时改变计划 他又怎么会知道 他并没有因为我透露 秦家调香的秘密惩罚我 连恼怒都没有 有的只有爱恋 近乎疯狂痴迷的地步 仿佛在透过我爱着另一个人 这一晚 他抚摸过我身上的一处处伤疤 那是他留下来的杰作 秦峰温柔到了极致 像是在捧着他最满意的作品 在我耳边轻语 双儿 信我一次 再等等我 做完他想做的事之后 他便离开了 并没有揭穿我的身份 我也安心地留下来 继续我的计划 那晚秦峰又来了秦夫人的房里 秦夫人一把年纪还特别矫情 时常要他哄着 被知晓身份之后 我也不再回避 想趁着两人私混之际 趁乱拿到宝库的钥匙 屋里的混乱持续了一个多时辰 等台水的下人进去 秦夫人沐浴 我便进去收拾地上的衣物 我找了一圈 并没有找到钥匙 我只能先退出去 我前脚出去 后脚其他丫鬟也跟了出来 小声调笑 家主让我们都退出来 要跟夫人鸳鸯戏水 其实秦夫人应该被称为老夫人的 可他不愿意添上那个老子 非要跟秦峰平背 谁不知道他俩的关系啊 小丫鬟撇嘴 大宅门里真是什么稀奇事都有 我笑笑没搭话 今晚是我首夜 我把脏衣服递给其他人之后 就守在了门口 没一会儿 屋里传来了扑打水花的声音 秦峰跟我也在水里嬉戏过 我想他们应该 也是在做一样的事吧 但很快声音就消失了 里面响起秦峰的声音 双儿 进来 我厌恶地皱了皱眉 不是很想进去 三个人洗一桶水多脏啊 屋里的秦峰又催了一遍 我这才不情不愿地抬脚往里走 等看清屋里的场景时 我着实意外了一把 秦夫人死了 被溺死在了浴桶里 而秦峰穿着衣服 给了我一个解脱的微笑 还有大愁地抱得痛快 他高声喊道 老夫人突发恶极暴毙 我转身想跑 第一反应是他也不会这么放过我 没等跑出门 他就把我抓了回去 紧紧地把我禁锢在怀里 将一把钥匙塞到了我的手中 留下来 这一切都是你的 我捏紧那把钥匙 诧异地看着它 不明白它为何这么做 后来我成了秦家的夫人 名正言顺地用那把钥匙 打开了宝库 也揭开了所有秘密 宝库里最值钱的 应该就是为秦家 创下万贯家财的调香秘籍 还有每一任家主 制出极品香料的计案 我一本本看去 秦家女儿天生香骨 自带特殊体香 是最好的香料 秦家的女儿都在十几岁 突发疾病暴毙 其实都是被做成了香 每个秦家女儿做出来的香 味道都不一样 且只有那一批 价值千金孤品难求 连皇家都甚是喜爱 到了这一代 秦家大夫人生下大小姐秦云后 难产去世 秦老爷便收养了秦风 在娶了田房后 又生下了秦泽 没等下一任家主长大 秦老爷就撒手人寰 偏偏秦泽还不争气 把自己完没了 秦老夫人早就知道 自己的儿子不堪重用 所以才会把秦风 绑在自己的船上 好抓牢秦家的家产 可秦家的传统 是调制出极品香料后 才能坐上家主的位置 所以是秦风 亲手杀了秦家的小姐秦云 没错 就是秦动之时 秦风在我耳边叫的那个名字 云儿 她和秦云两情相悦 却为了家主的位置 对心爱之人痛下杀手 薄秦的人会遭报应 所以他治香失败了 人才两空 因为作为香料 秦云必须是厨子之身 泡沟七七四十九天的相遇才行 可是两人之前早已经偷识了禁果 秦云死了 秦风也没能坐上家主的位置 直到爹娘拍卖我们姐们的那天 他看见了我 他爱我那张脸 爱我后肩的桃花印记 皆是因为我和秦云长得相似 所以在秦老夫人要打死我的时候 他才会开口留下我 也因为我长得和秦云相似 秦老夫人无比嫉妒 要挖了我最为漂亮的眼睛 秦风把我从棺材里给救了出来 他把我当成秦云的影子 助他调出了极品香 功成名就 也为心爱之人报了仇 秦老夫人何其聪明 早就猜到了其中的猫腻 但他错就错在 不该把秦风逼得太紧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何况是对他 恨之入骨厌恶至极的秦风 如今我这个替代品陪伴左右 秦风的人生似乎圆满了 可他忘了 只有秦家的女儿天生香骨 才能调出极品香来 每晚他都会一遍遍抚摸 我身上的疤痕 和我抵死缠绵 像是在弥补 又像是在忏悔 他不允许我用和秦云相似的那张脸 可他还是欺骗不了自己 每每看到我他还是会想起秦云 渐渐地他开始做噩梦 精神也变得不正常起来 不再想看到我 几乎夜夜流连花丛 那天我取下人皮面具沐浴 他突然闯了进来 看着我本来的脸 突然发狂地掐住了我的脖子 你还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 你恨我是不是 那就去死吧 去死吧 你就是秦云回来复仇的 去死 我差点像秦老夫人一样 被他溺毙在浴桶里 还好我抓到了发簪 里面的银针要了他的狗命 我把他推进了浴桶里 穿好衣服高声道 家主突发恶极暴毙了 秦峰的葬礼十分风光 我哭得梨花待雨 几度要随他而去 奈何腹中有了孩子 才不得不苟活 世人都说我重情重义 我一个女人 也称不起秦家偌大的家业 只能变卖家产 后来我带着所有的财产 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富甲一方的秦家就此消失 马车上 我打开了一个琉璃盒子 那是秦云的嫁妆 里面是一个玉簪 看起来不值什么钱 但盒子底部却藏着一页纸 上面记载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密文 当年秦大夫人生的是双胎 因为妹妹晚出生几分钟 所以被奶娘送走 秦大夫人知道秦家女儿的下场 血崩石的遗愿 便是想保全一个孩子 只是那妹妹的运气不是一直都好 离开秦府没多久 就被人牙子给偷走卖掉 下落不明 那奶娘因为害怕谁也没告诉 最后在秦云的嫁妆里 留下了这叶纸 如今落在了我的手上 上面还记载了秦家女儿的特征 天生一香 后间有桃花台记 我笑着将那叶纸烧成灰烬 回到我租的院子里 带上了一坛骨灰 是寒坛里的那具尸体 也是秦云 我的姐姐 我是从发现秦云尸体的时候 开始怀疑自己身世的 后来进入秦家才验证了这件事 秦家的列祖列宗估计也没想到 秦家传男不传女的秘籍 会落在我的手上 连秦家最后也在我手里毁掉了 不过他们也没机会教训我 连排位都被我烧了个干干净净 连同秦家肮脏的一切化成了灰 我带着万贯家财 找了个偏远僻静的地方生活 至于我腹中的孩子 本就是我虚构出来的 从小买我的爹娘让我服药 早就坏了身子 无法生养 人生还真是孤寂啊 不过无聊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听说有意神奇的柳家 柳家女儿能冲洗治病 死后陪葬还能保主人失身不服 不日便要在城中拍卖 我让人买下了柳家拍卖的女儿 正是我那两个一起长大的妹妹 她们和我一样 都是被人牙子卖掉的孩子 再见到我时她们惊喜交加 我搂着她们笑道 以后不用再受苦受难了 我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几天后的晚上 我放出了手里的信号烟花 养大我们的爹娘 驾着马车如约而至 顺着道洞下到了墓里 她们的脸上都是贪婪 有着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却还贪得无厌 最后只会死在自己的贪欲里 没错 柳家的营生 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卖女儿 她们买来女孩 精心养大 教她们一身本领 就是为了盗墓 传统的盗墓费心费力 让柳家的女儿 一同陪葬直接进入墓里 那就简单多了 连找墓都省了 柳家的女儿一辈子都是工具 像我 若死了便死了 如两位妹妹 就算完成任务 也还是摆脱不了 当工具的命运 想要自由 那就得斩掉牵制我们的枷锁 那晚 养父母永远被埋在了墓里 那是我为他们精心修建的墓穴 知晓他们有一身盗墓的本事 所以我用的都是厚重 无法打盗洞的巨石 断了他们所有的后路 唯一的出路就是入口 已经被我堵得死死的 不知道凭他们的本事 能活多久呢